一如同路人 我們的嘉賓有蘇關藍 當遇到不開心或者痛苦的事情 我們的內心世界會自動作出一些調整反應 以便自己能夠盡快回復平靜 這些不同的調整現象 我們給的名字叫做心理智慧機制 我作為一個妻子 如果我的丈夫有這樣的苦處在心裏 我就很想她回家哭出來 讓我看到 比我在這裡猜猜她 女人只會覺得為何你不可以哭 其實這一代的男人其實 在內心世界裏面是壓抑了很多痛苦 討告其實很多人有一個誤解 其實討告是跟神一個溝通 你有很多痛苦 全世界沒有人了解你 你可以告訴你的天父聽 他們會替你探討人的心理智慧機制 j 뜻 justement 劉智慧機制